十多年前风光灵内的温泉箱观光圣役 却传出一件害人的意外所谓事件 一对热爱游山玩水跟泡池的老夫妻 因为老婆婆没注意到自己的身体状况 也可能是业者的设备不完善 而在温泉池里昏厥休克 老伯伯为了救他也失足滑倒 两人在温泉池里双双丧命 之后业者为了能继续营业 并没有对此事善加处理 没想到灵影的传闻就此不断 有许多来此游玩的旅客 常会看到老人家的身影在暗处徘徊 温泉业者甚至警告房客 晚上有敲轮声千万不能乱开门 太多会胜会影的传说 导致此地后来没落 先前灵异监兵的探访 已间接地印证这里的鬼魅传闻 今天超胆任务 小炳将带领观众发觉什么惊人的灵异现象呢 我们再一次的造访 会不会让当地亡灵发出更强大的怒吼 袭击超胆观众呢 请看今天的超胆任务之浑散温泉箱 有声音 有声音 还给我 还好吧 小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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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小炉 不要乱跑 你前面有一个大欧洞哦 来 小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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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来了 还有老太太在讲话声音 真的 我没有骗你 所以有声音 各位观看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鬼话联片 我是焦之风 我是李冠宜 前一件子呢 报纸上 新闻上 有一个很大的消息 就是说呢 有几个友台的新闻工作人员 在一次英国的车祸当中 丧生了 对 也让我们整个业界呢 丧失了一些 精英的工作人员 对不对 这东西呢 其实他们尝试去休假的时候 登上了这样的列车 造成这样的情况 同样的 也有很多的人 他们平常出去外面游玩的时候 明明是高高兴兴地出去 结果呢 但是却在一些意外的事故当中 没有能够达到 平平安安地回家 造成一些很不愉快的现象 甚至有的人 他出去玩的时候呢 那个车上还有着某某竞香团 结果竞香团就竞香 神佛竟然没有保佑 对 整台下来烦 是更大的一个讽刺的事情 对啊 旅游的事故 有时候造成的遗憾 真的是更大 所以大家旅游的时候 一定要千万很小心吗 千万小心 不管在出门前的规划 整个道路的勘察 甚至在一些交通工具的选择上面 其实都必须要特别的注意 对 不过 话虽如此 还是有些事情是明明之中注定 对不能避免 对不对 就完全没有办法避免的 所以老师 但是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小小pepper 能够让我们出去的时候 运气会比较好 通常一般来说 有一个基本的就是 我们一般都有说自己的命书 其实记 然后哪一年要注意什么 哪一年要注意什么 从中间有一个就是 特别在那一年份里头 比较不能够出国 那一般来说会看 他在那一年的哪个月份 然后出国的时候你要注意什么 比如说要注意车官 还是说飞机方面 还是这个所谓的水上活动 所以变成说 如果说好 我那一年我一定要 真的必须一定要出国去的时候 那我水上活动的话 那我就尽量 比如说我这一年是寄水 那我就水上活动 尽量不要参加 就变成一个可能很愉快的一个旅行 就可能就是趁心而去拜训 对 一些民族的聊法 一些民间的一些传说 提供为观众朋友们 当成是您旅游的参考 下面 这次我们去的地方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背景故事 也是跟那个旅游有关 高高高兴兴的出门 结果去造成遗害 两位老夫妻 其实呢 非常喜欢到这个 台湾各地的温泉 去泡一泡这样 泡汤 对 结果呢 没想到呢 在一次这个温泉旅行的时候呢 老太太因为这个心脏病 病发 就更觉得是 她老公就是进去救她 这个老爷爷不小心 在这个浴室滑了一岛 结果人也过世了 两个人呢 就这样双双死在浴室里 哇 这真的是很严重的意外 对 真的是太严重了 所以这一次 你就要带着观众朋友们 一起到这个温泉池 去泡汤 没有 我们去感应 那已经废弃了啦 其实这个 林医间民他们之前 也是有去过 结果我们发现的状况 跟这个林医间民 还是有点相似的地方 有点相似的地方 虽然他们的反应也都各有不同 对 各有不同 嗯 到底他们的反应如何 到底他们这一次去泡干汤 会有什么样子的结果 赶快来看看今天 超弹任务的 温泉池 你来参加我们超弹任务的目的 目的啊 一方面是被朋友陷害的人 第二方面也是好奇吧 亲身接触一下 跟他们感应一下 可能就是 就是看 到底是真的假的 就是感应看看吧 嗯 好奇啊 想感应看看 最主要是看小饼 因为小饼很可爱 我往里面进去了 不好意思打扰了 不好意思打扰了 好害人的 惩命啊 进来一个一个 小心一点 小心 小心 你看 真的好多 啊 从地板一直跑出来 哎呀 高空的路 哎呀 对 哎 好像有人抓我的脚的感觉 嗯 是不是 手的触感 手的触感 什么声音 对有声音 那边有声音 搜寻才刚开始 小饼就有了特殊感应 现在 就让我们回顾先前 零夜肩病的惊险画面 又来了 怎么了 你们看到那个 这个吗 都要飞起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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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看到什么 可是 我感觉的门关进来了 啊 我觉得它里面长得很久 原来你们看 它是从里面忘出来的 嗯 它是从里面忘出来的 它是从里面在他们里面 对 对 对 这种 啊 啊 那种 那个词 有没有 那种那种 对对对对 我们过去看一下 它全部不黏在一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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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他們真的是別有洞天耶 霓人好深喔 完全沒有發現這邊人 我還以為我們就走了 那是他 是你聲音 呃,什麼聲音啊 嚇死人了 你看他這邊真的廢棄得太誇張了 天啊 有一隻手 手的腳 好痛喔 這裡 這裡 媽 你們看啊 可是他的 玉琴好小喔 可是你們知道嗎 他這邊真的不小心你滑倒喔 隨便一撞真的都會出問題 小黃,你可以嗎 小黃,你在哪 啊 怎麼有麻煩我們聲音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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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選在一個比較大然後比較乾淨的一個地方呢 要來做我們這個淺層的感應 曾經是充滿遊客歡笑和歡樂的觀光景點 現在儼然成為許多人聞之色變 靈異傳聞不斷的幽靈度假村 之前靈異堅兵已再次發覺許多酷似老人家行為模式的亡靈顯現 而這一次超膽觀眾的感應又能有什麼驚人發現呢 你看他出手汗 手汗的狀況 真的很嚴重 不過這個地方的溫度真的很高 你看我這樣汗流加倍 但老師說這個手汗 15度喔 我們可以看到 小柔的手好像垂下來了 而且他是我們今天的唯一的貼紙觀眾 這個是小鳳 他狀況應該是很嚴重 不過他那個眨眼狀況是不是比較嚴重 比較快速 你看他做眉頭的狀況 可見他人真的是感受到不舒服的這個狀況 你看這個 兜兜兜兜兜兜的 而且喔 他的這個皮膚這邊 出現一整塊那個雞皮疙瘩 對 他在搖頭 阿 你千萬不要上去 他走了 他走動了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他會在旁邊保護你 所以你不用抗拒 沒關係 如果說 你聽到我的聲音的話 你跟他走沒關係 不要怕 不要抗拒他 那讓他領著你 找到 他想要告訴我們的方向 這個位置就是 你看他 他們死亡的地方嗎 對 他現在看的方向就是那個浴室的方向 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這個觀眾阿欣 他整個人喔 已經是脫離他本來的 原先該有的位置 那麼我剛才跟他說 我說 如果老先生 這是你的那個靈力顯示的話呢 請你告訴我們 你要帶我們去的方向 結果他整個人轉過來這個方向 其實就是他們身亡的那個浴室的方向 很奇妙 然後 現在整個人 真的很有那個 那個老人的感覺 整個駝背啊什麼的 真的很有老人的味道 跟剛才那個 意氣風發的樣子不太像 你看他 嘴角 在顫抖 他好像要哭耶 阿欣如果你可以的話 你就讓那個 老伯伯帶領你 不要猶豫你的腳步 你在回答我嗎 這是怎麼回事 好像不是在回答我 現在是 以那個老伯伯的那個意志為主 所以現在 現在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老伯伯 就是一個老伯伯 對 那因為他雖然聽得到你的聲音 可是他現在身體肉體上面 比較沒有辦法控制 你聽到我聲音嗎 請問你 你是在這邊身亡的老伯伯嗎 不好意思請教你幾個問題喔 你可不可以跟我說 你那個老伯在哪裡 老伯伯在哪裡 老伯伯在哪裡 你看他連手都舉開起來 你是說浴室的方向嗎 他現在還在那邊嗎 他讓你一直搖頭啊搖頭 然後身體一直站不穩 真的很像是沒有力氣的人 是老先生的王林向阿欣靠近了嗎 而此時小紅與阿欣像是相呼應般 有了特殊感應 我們這邊的這個觀眾阿欣呢 他在發生狀況的同時 這邊似乎也已經有感應了 他剛才喔被那個 就是因為這個地方真的是這樣 我 怎麼了 怎麼了 為什麼會掉下來 從哪裡掉下來的 從哪裡掉下來的 從哪裡掉下來 這上面應該沒有辦法放東西啊 怎麼回事 他會不會掉 然後他對他的牙望更強烈了 老伯伯你在生氣嗎 你是不是在生氣 這個東西是你丟的嗎 我們是不是有做錯什麼事情 我們打擾到你們了嗎 你問他是不是說 因為那時候他們死掉以後 他們旅館的人沒有說真的 在幫他們處理 就是隨便就是 對 當初旅館是沒有 旅館人的那方面 啊哈 所以你感到生氣嗎 你為這件事情感到生氣 我們怎麼幫他老師 其實也沒得幫 沒有 待會我們結束 直接走 然後先直接補償 小便你過來進來 你就先注意 你先注意 她的臉 這樣看起來有點像老太太的臉 真的耶 而且 她這兩塊怎麼會消真這麼多 真的有點像老太太的臉 是那個老婆婆來嗎 老婆婆過來 老婆婆過來 請問一下 這個 你老伴是不是已經來到這個空間裡頭 你能感覺到他來了嗎 他為什麼越來越微弱 他的那個靈力的展現越來越微弱了 你會發現他身體開始慢慢往後臭 就是他從他身體有打算要撤得出來 要脫離掉了 所以我問他的這個反應已經變得比較淡了 但是我覺得他還是有點頭 那就表示說這個老太太現在已經在小鳳身上了 還好吧 天啊 你身上什麼味道啊 天啊 剛才那老先生上身以後 那個身上那個味道 什麼鬼味道啊 不是汗臭味 你害好吧 馬姓 還好吧 好吧 你休息一下 你看到我身體還在搖晃 跟這個阿興的狀況比起來 他算是真的比較淺一點 微微的晃动 她的身体微微的晃动 好热哦 因为她的手 她的手突然 很有力气的握着什么的感觉 或者是牵着 牵着什么 但是你看到任何的 感觉有变化吗 现在就是有人在旁边牵着她的手 那对镜 她会叠下去 你看她那些手用力道一直在发抖 然后整只手都是红的 检定造成的状况 印证在超载观众身上了吗 接下来会发现什么秘密呢 当地磁场会影响超载观众的安全吗 请千万不要走开 请各位知道答案的观众朋友 12小时内传着进来 或上网留言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